再來就是有關VBA VBA也許我們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按按鈕 一種是插入函數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種 按鈕現在還沒出現 不過再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要撰寫那個 就是那個叫SUB 就是副程式 記得就是先怎麼樣 產生副程式之後 才能夠去插入按鈕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副程式 你就找不到那個SUB 那找不到SUB自然 就沒有辦法做出按鈕 所以基本上他是 先做出SUB 再加上按鈕 所以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假設我需要一個按鈕 他可以幫我產生標準體重 那我 就是在那個 第一個我名稱叫標準體重 這個名稱 那我怎麼產生 第一個Visual Basic 這個我想應該前面也做過 Visual Basic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請到你的 這個因為我開另外一個專案 那基本上呢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問題01 這目前沒有任何的模組 記得喔 如果說你要撰寫VBA之前 先確定一件事情 要先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OK 那還有另外第二個問題 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開了兩個檔案對不對 你特別注意 你不要寫寫到別人家裡去了 因為我們的檔案是這一個 所以你記得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那插入模組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產生的是SUB 那那個叫程序喔 所以插入程序 先插入一個模組一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以後你們撰寫VBA程式呢 都放在這個模組就可以了 那插入程序部分的話呢 它叫SUB SUB特別主要 主要是這兩個啦 第三個用的機會非常的少 大部分是SUB SUB對應到的就是一個按鈕 Function的話對應到就是你在插入那個函數的時候 有個使用的定義有沒有 如果你有Function它就會跳出來 大概這兩個差異 再來 底下有個什麼Public跟Private有沒有 那這個意思啊 那你就盡量 你剛開始也許你暫時可以不用理會它了 不過大概講一下 也許Public啊 如果你是跨了好幾個專案的話 假設你要給別人去使用到你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用Public 別的檔案 別的工作部也可以呼叫的到 這個有點像是要不要給別人共用 共用不共用 那大致上 如果你的VBA程式沒有很複雜 你就乾脆共用就好 比較不會至少麻煩 另外還有就是說 不要選錯了 記得選擇是SUB 還有啊 Function特別主要 預設是Public 你不要選到Private 你如果選到Private 插入函數的時候就會找不到 因為你插入函數裡面 假設前面有一個修飾 是Private 它不會幫你加到使用者 那個定義裡面 一定要Public才可以 這個有想特別要注意一下 那按鈕是SUB 不要選 名稱也許我們叫做 叫做標準體重好了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幫我產生一個Public 共用的一個副程式 SUB就是一個副程式 那名稱叫標準體重 有頭一定有尾 所以特別注意程式 一定要有頭有尾 你不要 沒事 之前有同學就是亂刪 把這個SUB刪掉 就有頭沒尾 那執行當然會產生錯誤 所以結構一定要完整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開始撰寫程式 那我們的程式 我的習慣是這樣啊 你把它移 我習慣是把它扶在上面 那扶在上面的用意是 我可以一邊撰寫程式 一邊 就是看我大家要撰寫什麼 其實 這個程式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就看著 你到底要做什麼而來的 那基本上 不外乎就是說 我需要做什麼 輸出公式到哪裡 對不對 那輸出幾次 通常是會把回圈先輸入 那所謂的回圈就是說 我要從D級列 所以通常是打一個4 列的話我通常會用個i 等於第三列到 然後第幾列呢 也許第六列 那我輸入就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nest指的是 nest i 就是它會先從3開始 nest i之後就是變4了 就是幫你加1 nest再變5 一直到6 所以總共會 跑了4次 剛好就對應到這個列 3 4 5 6 第六列數 再來呢 我需要做什麼 輸出到 儲存格 那哪一個儲存格 G欄 G3 實際上 這個地方 我可以用sales 來表示儲存格 那這個sales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儲存格的物件 它基本上 算是物件裡面最小的吧 最小的單元 那這個sales 跟range還蠻像的 不過sales 裡面呢 它可以放數字 數字 OK 那基本上為什麼要放數字 為什麼要用sales 基本上因為 我們的i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用range的話 那range裡面 不是放數字 它是放一個文字 比如說哪一個 比如說這個儲存格好了 D3好了 那你就range 雙引號 D3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放到回圈裡面 就有問題了 因為回圈裡面 它會動態的產生數字 所以如果你放range 在這裡就會出了 所以很多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地方 不用range 而用sales 主要原因是因為 sales裡面呢 可以放數字 那我們第一個列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列 是哪一列啊 那我就給它一個i i值的時候 我動態的 第一個我先給它三列 第二個逗點 後面它會問你說 那你是哪一欄啊 那當然你可以輸入 兩個方法 你可以輸入7 不過有時候輸入7 你要算A B C D E F G 那你要算到 因為其實你用欄 還是比較好 容易理解是這樣 輸入什麼 輸入一個G 這樣兩種方法 你可以輸入一個7 或者輸入一個G 不過為什麼 你會看到我的程式 通常是會用 就是一個英文字 主要原因是因為 比較好理解 當然你用7也可以啦 OK 那特別注意 後面就等於 等於什麼呢 特別注意 這個意思就是 把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 這個等號 跟我們一般 在運算那個等號 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等號 有點是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跟以前你們在學數學 那個概念等號 應該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混為一談 他是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 所以很多同學好像搞不清楚 那我們要賦予什麼東西呢 就是把那個標準體重公式加進來 那這個標準體重公式就是 哪一個儲存格 身高 那身高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C 那C的話呢 基本上 你可以用一樣Sales 瓜虎 哪一列 I列 就是同一列的 哪一欄呢 C欄裡面 取得那個身高 那幾次方的話 你就是一樣 SHIP加上6 SHIP加上6 這個符號 那我在VPA裡面 最好是養成習慣 因為他好像跟那個 資料編輯的最大不一樣 是 他中間最好都加空白 反正這個符號中間反正就加空白 差別在這裡 其他都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在什麼 身高的平常 乘上 所以乘這個符號 22 除以 1萬 OK 1萬 OK 那這個是不區分性別的情況下 那我把它先寫出來了 那把它執行看看 基本上呢 當然我寫完之後執行 你會發現輸出結果 就跟我們剛剛做的第一階段一樣 OK 那第二階段呢 就是我要做什麼 做判斷性別 那要怎麼判斷性別 其實你可以在底下 Enter一下 那在VPA裡面的判斷是if if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你要判斷的是哪一欄 依欄 有沒有 所以依欄的部分 那你可以做個簡單的輸入 就是sales 這邊 那後面就是一欄 那你可以把這邊 我把它複製貼上 把它改成一 如果一欄裡面等於男生的話 假設跟剛剛邏輯是一樣 只是說 我把它寫到的是VPA裡面 那一樣輸入一個男 空一格 那這邊的話是打一個這樣 Enter兩下 最好是先把結果打出來 else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false 那結束的話 就end if 所以 要慢慢養成習慣了 這個是固定規則 可能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if then else end if 這個都固定的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守 而且要最好是能夠把它記下來 那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邏輯 這是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發生了 那做什麼事 就是把 剛剛這一段 其實是搬到這裡 差別是怎麼樣 男生是要乘以的話 乘以 1.1 女生的話呢 是要乘以1.2 所以其實可以把這一段 一樣 搬到這邊來 那我可以複製 複製就是多按Ctrl鍵 Ctrl鍵按住就複製 建議是TAB鍵一下 說牌 因為表示他 執行的他 如果是男生 為tru tru的話就是這邊 那如果女生是 這邊改1.05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反之他不是男生的話 那就是執行else的這個底下這行敘述 ok 把它做完之後 當然最後如果你要四捨五路的話 還可以再加一個Round 這外面再包一個Round Round的話其實就是 我加在 直接加Round 然後Und 其實做法是一樣 前刮弧 後面再加一個痘點 取得小數點第一位 ok 刮弧一下 一樣的做法 反正這個Round 把它加加過來 1.1 Round 加錯了 應該是加到 加到這邊才對 加到那個 因為他Round的時候 再丟到前面 應該加在這邊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底下也是一樣Round 然後後面痘點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好 這樣的話完工 所以應該看懂我的意思 第一個回圈 對不對 跑3到6 然後呢 我的條件是 從 性別依然 去判斷 那後面是我需要的公式 做完丟到前面 居然 ok 那如果要清除的話 也許 這邊再加一個C-C 把這個改成什麼 清除 然後啊怎麼清除呢 清除哪一欄 清除居然 你可以把這一列 這幾列刪掉 然後這個再back回來 後面的東西 可以把它輸入 空置串就好了 這樣就清楚 一樣3到6 知情 清除了 輸出 小數點第一 第一位 看到結果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階段 就是 產生那個我們的SUB 那SUB完之後 你可以試試看 在插入這個控制項裡面 有一個表單控制項 那你可以再增加兩個按鈕 在旁邊 產生 ok 這個應該 應該不難 最好是自己可以輸入 如果不行的話 我剛剛輸入的結果 在這邊都有 標準體重 清除 可以這邊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有兩位 跟妳 並且有兩位 我可以放置 那些 有兩位